我们讲完温度之后来讲讲其他的环境因子 这一部分我们强调的是逆境 我们来看一些逆境 如果一个植物一直被机械性刺激 包含强风吹你 或是一直被踩踏或一直被打 就叫机械性刺激 振动啊触摸啊摩擦 这时候植物会分泌乙烯 会抑制植物生长 所以这植物会长得很矮又很粗 所以你看那银封面的植物又矮又粗壮 斜的长 这就是乙烯造成的 好那除了机械性刺激之外呢 如果今天因为淹水而造成缺氧 植物一旦缺氧 这个植物的根植物的菌 它一旦被水淹了 好水淹之后呢 泡在水里面的组织会产生乙烯 会让下面的根长出呼吸根 这是呼吸根 而呼吸根呢 也常常是不定根的一种 所以这边虽然讲的是不定根的生长 其实强调的是呼吸根 来增加氧气的获得 好第二个让你的这个表皮 就是柱皮产生皮孔 皮孔会让氧气从那边钻进来 而往下走 好那泡在水里面的构造呢 会因为乙烯产生皮层细胞 产生死亡 死掉之后留下的空间 形成空腔 空腔就是通气组织 泡在水里面的筋或是根 它的皮层都会有通气组织 我们上学期的探导活动实验 看的就是水运场的筋 一层切 哇好多很漂亮的通心园的空洞 就是水生植物的通气组织 而我们的对照组是九层塔 是个陆生株 一切就很普通的双植叶的筋 好所以通气组织是乙烯造成细胞死亡 皮层细胞死亡留下的空间 好这是因为淹水造成缺氧力性 而让乙烯产生相对应的反应 来增加氧气的获得储存及运输 好这是其他的环境因子 谢谢大家